大家好,我是明仙 猪肝怎么做才好吃呢? 今天分享福建猪肝溜的做法 准备一块上等的猪肝,差不多250克 先把它切两半 再切成薄片 切好放入碗里 很多人不喜欢吃猪肝 因为它有比较浓的腥味 我们只要在猪肝里加入一勺白醋 用手抓拌一会儿 再用清水清洗干净就不会有腥味了 再用流水把它冲洗一下 洗干净沥干水分倒回碗里 倒入一勺料酒一小勺盐 30克地瓜粉 用手抽分的抓拌均匀 抓拌至地瓜粉化开备用 再把葱切成葱花 香菜切小段备用 起锅烧油 放入葱白炒香 放入葱白炒香 然后倒入一大碗清水 放入姜丝 把猪肝搅拌均匀 使每一块都挂上糊 水开夹入猪肝 一片一片的放入 开最小火煮 刚放入别急着去翻动它容易掉浆 调入鸡精 盐 胡椒粉 福建老酒 水开煮一分钟就熟了 最后放入葱花和香菜段 放半斤盐即可出锅 出锅装碗里即可享受美食了 福建猪肝溜做好了 汤鲜味美营养丰富 猪肝鲜嫩可口 不柴不腥 滑滑嫩的 非常好吃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 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哦 不喜欢也可以关注我们明天见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大家